这部剧是近十年以来探案剧里的天花板存在 也是打败英国国宝级IP神探夏洛克的唯二人选 他就是摩斯探长前传 紧张猎奇的案子环环相扣的推理 这密紧凑的剧情都让他获得了无数贴干粉丝的追捧 而自从他13年开播以来 9G36集 G级评分都在可怕的9.3分以上 就由此可见他是有多么的优秀 而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一集 也是我解说他以来最骚脑的一集 我甚至为了能讲明白他 特地做了一张思维导向 故事开始与牛津发生的一起车祸 重重感到现场的摩斯却发现 这压根就不是一场简单的车祸 而是一桩双重谋杀 男人的确死于车祸 但被甩出车外的女人 确实在车祸前就已经死 法医德布林推断 女人死于顿器 死亡时间则是在凌晨的12点到3点之间 现场没有任何有关于两人的信息 但摩斯还是一眼就认出了男人 他叫亚当·德雷克 大名鼎鼎的天体学教授 傲人的学识帅气的脸庞 都让他在顶流混得风声随起 牛津没人不认识 难道是他先杀了女人 然后又选择了畏罪自杀吗 如果是 那案发现场又在哪里呢 还有就是这辆车并不属于亚当 而是他同事韩伯特博士的 可值得一提的是 这辆车的车头和车尾 也并不属于同一辆车 而是一辆拼装车 但显伯特博士并不知道 他只是回忆说 昨晚他和亚当一起参加了 在温克博士家举办的派对 派对上没过多久 亚当就和死去的女人 匆匆离开 并借走了他的车 理由是亚当的车 坏在了温克博士家的门口 所以初次见面的他们 并不知道女人是谁 叫啥 然而就让摩斯来到温克博士家 想用亚当兜里的那把车钥匙 打开属于亚当的车时 却发现 这钥匙并不属于亚当这辆车的 不过还好 这辆车是敞篷的 摩斯发现了一张 写的自由学院的海报 还有女人兜里的一张工资单 原来女人叫克里森 海维赛制片厂老板的助理 他与亚当正是在制片厂认识的 原来啊 制片厂最近正在拍摄 有关于星际迷航的影片 所以便高价聘请了亚当 做他们的科学顾问 两人眉来眼去 便走到了一起 而制片厂里和两名死者 接触较多的人 分别有老板 老板的妹妹 以及莫尔斯和他妻子 一番询问调查下来 摩斯发现莫尔斯有点奇怪 因为他在听到亚当死后 不仅没有惋惜 甚至差点就乐出了声 至于为啥 他则解释到 就是看不惯亚当处处显白自己 然而就在随后 本以为亚当是畏罪自杀的摩斯 却在文修厂老板那里得知 亚当的车被人做了手脚 刹车和水箱都漏了一个小窟窿 好假 难道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吗 亚当先杀了克里森 然后另一个人又谋杀了亚当 不对 车不是亚当的 而是韩伯特教授的 难道目标是韩伯特教授吗 也不是 因为据韩伯特所说 他因为吊销驾照 已经有一年多没开过车子 平时都是他妻子在开 所以说凶手的真正目标 极有可能就是韩伯特的妻子 可也不对啊 不过凶手是冲着韩伯特妻子去的 那亚当杀斯克里森又如何解释呢 难道一切都是巧合吗 两起命案互不相干撞到了一起 摩斯看着派对杀所有嘉宾的名单 以及车辆信息 发现亚当兜里的车钥匙并不属于任何一个人 案子也变得迷雾重重了起来 且不说亚当到底杀没杀克里森 车是谁动的手脚 现在就连最基本的案件轮廓 摩斯都还没有搞清楚 破案信息更是少的可怜 于是一头雾水的摩斯 只好去往海报上写着的自由学院一探究竟 这里的老师叫加百利 他说亚当的确来这里上过几节心理辅导课 但仅此而已 可这个学院却非常诡异 学员不断尖叫 大喊像疯了一样的舞动身体 这着实吓到了摩斯 然而加百利却将这种行为称作宣泄了发 只有上流人士才值得拥有 就这样一圈下来 摩斯没有找到任何有用的线索 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制片厂出事了 摩斯自杀了 他用的是制片厂的道具墙 老板和老板妹妹推车 大概率是他放不下前妻 所以才选择了自杀 原来摩斯的前妻在三年前死于一场车祸 肇事司机至今没有找到 而现在的妻子也诉说起了丈夫 的确对他前妻的死等耿于怀 甚至经常盯着路上的车 寻找当年的杀气真凶 直到上周三 他突然对自己说 在制片厂门口看到了当年的那辆造势车辆 可当事人已经死了 谁又能保证他不是出现了幻觉呢 按照流程摩斯想检查一下摩斯的车 可却被阻止了 原来啊 自从上一集的摩斯破获了三起女孩失踪案 成功被负责人员调度工作的斯特兰奇塞进了城门警局 可城门警局的老大贾哥却对他百般刁难 不仅不让摩斯参与刑事案件 甚至还把他安排在了地下室负责管理政务 也就是说摩斯没有调查权限 那么斯特兰奇明知道贾哥会为难摩斯 又为何要把他安排进城门警局呢 答案结尾揭晓 我们先回到案子本身 现在对于两起命案 唯一比较清晰的就是刹车失灵 而且还很有可能就是针对韩伯特博士的妻子 可韩伯特夫妇一直都不配合 所以摩斯只好另辟蹊径 从他们女儿口中了解情况 小孩比较诚实 一问便得到了有用的线索 那就是他去过海维赛制片厂 而且是亚当邀请他们去的 话里话外还透露了 他妈妈是个追星族 只要是和亚当有关的 他都会迫不及待的参与 所以上周三 他们开车去了制片厂参观 什么周三开车 那么正好是莫尔斯说的 看到造势车辆的那天吗 好假 又一起命案参合进来 赶紧班旧兵 通知交通部的老大布莱特 查查有关于莫尔斯前期一案的所有信息 随后斯特安琪也送来了 莫尔斯自杀的那把枪的检验报告 上面显示近期开过枪的人 分别有老板老板妹妹 莫尔斯以及他妻子 可这些也只能当作参考 毕竟他们都有接触道具枪的工作理由 案子也再一次陷入进了僵局 可有一个谜题 却让莫尔斯从一开始就想解开 却从未触及到过 那就是亚当兜里的钥匙 究竟是何人的 可让莫尔斯怎么也不会想到 这个答案 去从一个看似打酱油的女仆口中得到 女仆是温克夫妇家的佣人 就是开派对那个地方的 他对温克一家很不满 要不是看在钱的分子上 他早就受够了这家人的窝囊 原来温克家每个月都会开派对 每次派对结束 他都会忙活一整天 打扫像服务卷一样的房间 可这一次却有所不同 所以他才记忆深刻 首先就是屋子被打扫得干干净净 还有就是他发现了一个女士包包 可温克太太在看到后 却脸色大变 甚至直接烧掉了他 莫尔斯看着包包的残骸若有所思 难道这包是爱丽丝的吗 毕竟车祸现场 可是没有找到他的任何物品 突然姆斯在碗里看到了一把钥匙 女傅说这次派对结束后 宾克落在这儿的 一直都没人来认领 报着试试看的态度 摩斯打开了亚当的车 于是摩斯大胆猜测 克里斯很可能就是死于派对之上 而参加过派对的人 因为某些事害怕有损他们的名誉 所以便选择了啥都不说 还有就是宾克名单里 一共显示七对夫妇 七辆车 但都与亚当兜里的钥匙不匹配 啥意思还不明白吗 派对上还有另一个人没有浮出水面 那这个人会是谁呢 又与良起命案三条人命 有着怎样的关联 摩斯和星期三长问询了派对上的所有人 可他们却一直都在刻意隐瞒 隐瞒钥匙的主人 否认克里斯死于派对之上 但单独问询这一招的确怪用 把他们的口供拼接起来 就得到了一个让人震惊 回三观的内幕 他们的派对主要目的 不是正经的吃喝玩乐 而是交换妻子 至于怎么交换 就是取决于男人 抽到了谁的车钥匙 这也就是为啥亚当的口袋里 会有陌生钥匙的缘由 而他们隐瞒的宾客又是谁呢 正是自由学院的老师加百利 因为钥匙打开了他的车 加百利也承认了 是他抽到了亚当的车钥匙 所以亚当的女伴克里斯 就变成了他的女伴 但意外却发生了 克里斯因为醉酒 无限从二楼跌落 导致死亡 加百利眼看闹出了人命 便打车一路回了住处 本则谁的女伴谁负责的态度 把处理尸体的事推给了亚当处理 至于亚当为何要借用别人的车处理尸体呢 那是因为加百利拿走了他的车钥匙 而亚当又恰巧抽中的 正是加百利的车 可加百利不在 车子停在哪儿没人知道 好了 现在第一起命案成功破获了一半 那另一半的亚当之死 又是谁所为呢 谁破坏了刹车系统 对 自杀的莫尔斯 莫尔斯在他车上发现了一本地图 而其中一样被沾了刹车油 地点正是他前妻出事的位置 还有后备箱里装满的闪装刹车油 都表明就是莫尔斯破坏了刹车系统 至于为啥 那就要说起上周三了 韩伯特的妻子带女儿参观了制片厂 他开的车就是当年的造势车辆 只不过莫尔斯杀错了人 但也怨望了韩伯特一家 还记不记得韩伯特的车是一辆拼装车 车屁股正好就是三年前的造势车辆 可这辆车其实是韩伯特在两年前才购买的 那么现在两起命案水落石出了 克里森死于意外跌落 亚当死于莫尔斯的复仇计划 而莫尔斯选择了畏罪自杀 可真相却没有这么简单 转折出现了 贾哥抢走了所有功劳 带着案子领赏去了 而不受待见的摩斯和星期师探长呢 则被贾哥安排去了做所有工作 摩斯去了自由学院收集证物 星期师探长尚能询问韩伯特 两年前购车的记录 可摩斯却意外听到了一段 亚当的心理访谈录音 也终于捋清了整个案子的来龙去脉 原来此前的推理错了 是有人嫁祸莫尔斯破坏了刹车系统 而另一边的星期师探长 则也得知了有人假冒警方 让韩伯特妻子去往了制片厂 对 真凶就是制片厂老板的妹妹 是他策划了复仇计划 是他残害了莫尔斯 现在他又想守灭秦敌 早日呢 原来这一切的一切都和亚当话里胡哨的感情生活有关 他靠帅气的脸庞 不断吸引各路女性 让他们为之神魂颠倒 而老板妹妹 韩伯特妻子 就在其中 只不过老板的妹妹被甩了 感情受伤的他便想复仇 杀死所有和亚当没来眼去的 也就是在上周三 韩伯特妻子在参观制片厂时 他对车做了手脚 却不曾想几天后 刹车油漏霉的时候 开车的人却变成了自己深爱着的亚当 而莫尔斯说过 他看到了撞死他妻子的车 就是韩伯特妻子开的那辆 所以他便一不做二不休 杀了莫尔斯伪装成自杀 再把作案工具放在莫尔斯车上 嫁祸于他 就此周章因为花里浮躁的感情生活 而导致的命案被莫尸成功破获 影片的最后我来解答一下 斯特兰奇为啥要把莫尸塞进城门警局 其实完全是因为在莫尸探场前段的上上集中 他们失去了一位叫范希的同事 死于一场黑帮火拼 但凶手却下落不眠 正巧那个时候的牛津警局解散了 成员失散东西 所以斯特兰奇要聚集成精的同事 为范希揪出真凶 感谢观看